好了,接著是我們這次來個特別優待的動畫 就是我們今晚動物無雙的專輯,初發回顧的《花開物語》 我是任賀爾 任賀爾 沒有,贏者 月君 我也是這樣的樣子 沒理會 其實這套不用太專輯,沒所謂 始終人家是十周年紀念作品,你不專輯 關什麼事啊,豆腐潤的十周年,你也不敢 他畫得很漂亮,很漂亮,其他畫得很漂亮 畫得很漂亮,不用說 畫得頭幾集是OK的 之後幾集都OK的 之後又不是很差,但放鬆一點 我慢慢講這個問題 他頭幾集的作品是可以去到新海城 不要這麼快搶我 而且始終他在… 旅遊業也叫做旅遊業 旅遊業這個就… 它的貢獻方面,我覺得商業貢獻方面 這個只是副產品而已 並不是它的本意,與KON有些不同 如果你真的說這套作品,《可惡之處》 就是它把重心放在職場上 而且這套東西原本應該是講這種人生道理 即是以這個教化向的… 那方面人生道理? 很多方面,我逐個跟你講,我一會慢慢跟你講 但問題是,教化向還是教化向呢 是因為劇情實在太接近 所以實在連我都不太接受 所以這套東西可圈可點 我最終的評價就覺得鍾婷婷 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但至少在題材上 我覺得在這個滿天都是文藩的世界 是算難民可貴的 真的算不錯的 至少他的用心是好 在出發點方面 當然你說《花開物語》 其實他說什麼《花開》 這個是貫徹主題的 《花開物語》 其實我覺得也不僅是指Oahara 也不僅是指女主角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 你發覺最後一集 就覺得大家都有各自的路 大家都是要開花 為自己的夢想 為自己的理想去奮鬥 其實這件事就是整套東西本身的重心 但問題中間有些什麼經過 就做得比較 生活劇一點 其實生活劇也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他人生就有生活小吃 但他很散 即是說有些時候 真的日常很生活 你覺得沒什麼 專講其中一個人 有時候很生活 有時候沒得拍戲 你覺得某些集數沒有什麼含意 有些甚至是很狗血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強調他很白癡 這個反而才是問題 其實就算你說生活劇 成長劇也好 都應該有一個步調給你看到 最簡單我當你說女主角 Owana 他的成長都有分幾方面 一是對工作的態度 對人生的態度 最後是對戀愛的態度 我當你說戀愛的態度也好 我就說這件事 他根本是三級跳的 一次過踩上五級樓梯 最後一個踩上去頂樓 就是不簡單 不是跳下來什麼意思 跳下來又跳上去 就是整個女生 整個女生在一起的那個人 就是跳上去 那些是過山赤 一開始就船上去 又扔一聲衝到地上 然後就上去 你說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特別是感情 這些東西 就不是很可能你幾級跳的 這個沒什麼可能 而且當然 你說這句真的很有可能 當然 我自己覺得 那個劇本 他是想營造的一件事 就是說Owana 是在工作 還有在他那個奮鬥之中 去領悟到一些東西 用在愛情之上 但是他這件事 他表達出來 你始終就是欠一些說服力 做得不強烈 還有你始終 你很難 其實我現在算不算 是在說女主角的 算是在說的 我覺得這樣說 我就不太建議做角色說 因為其實他很大散 但是反而說 每個角色都會有些重心 我們說了重心 如果你說在這方面 我覺得要補充一點 如果你說他好像 或者說一些很得著的東西 其實我不覺得很明顯 如果你說 女主角有可能 那方面 因為其實 你看到他說 他 比如說他去到中段 他說要回東京 去找他的男朋友 或者叫苦湖男主角的人 他找來找去 他要有些戲女 或其他不同的東西 然後回到他說 我要做什麼40萬家的女人 就是他媽媽的姓 即是他媽媽的姓 即是他媽媽的姓 所以他就要 我要單戀這個人 然後去到後面 就好像說 我感情了 我要go for it 然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整件事的演進 正如在無限的說 究竟這件事 這個轉變 或者是他跳舞 或者是成長 我個人來說 這個不算成長 這堆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 只是說 他由他工作線 轉了去說 他有機會接觸到男主角的部分 那這些東西 你有接觸 他們就會有事件的演進 這個很正常 但是 有什麼從他工作上 可以看到 說他去到最後 會由 即是軟離了 我要單戀他 然後去到後面 不行 我還是要回一齊 我喜歡你 那些東西 其實沒有很明顯 反而你見到 其實他所做的 其實是忠於他的角色的性格 即是其實他是那些 大情大性 傻傻的那些人 想到就是他做的 是的 你見到他做完 其實是 他沒有一些很長 很明顯的醞 他突然間就要 爆出來 我決定了 於是我就要跟你告白 亦告白 其實你不會覺得很明顯 反而你說 他工作上給到他 可能說 他真正可能說 他要他有一個推動力 就好像說 我要推動 看到他日常的東西 於是他覺得說 我對於男主角要怎樣 或者工作上要怎樣 所以其實工作上描寫 很多都是說 他對於做人處世方面 很少說明顯感情觀 某程度上 其實作力其實都不算 因為其實只是說 他在那些情況下 會看到男主角 於是有相應的反應 其實最後一集 那些人很掘雷錘 那你當然可以說 那是對的 那其實是對的 正常來說 不可以輸 那你不會努力 但其實努力 他找什麼 他不知道 他一直以來 他是不清楚 他就算說 他對最後 你有沒有看到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你都看不到 其實很正常 年輕人沒有明確的方向 沒有明確的方向 沒有可能 你十五六歲 你見到多少 沒有明確的方向 是很正常的 但他就知道 最後他就知道 他唯一的明確方向 就是他要去承認這段感情 就是他要去面對自己 這段感情 這個就是他最終得罪的地方 而他在哪裡學的呢 你可以說他在工作上 也可以說他在他媽媽那裡學的 就是他媽媽一生就是為了追夢 去追他本身的夢想 去努力這麼多 而做這個興建的起床 不是 經營起床 起床出來 而他現在最終的目的 其實不是簡單的說 學回阿媽媽 至於他將來會做些什麼 你發覺他最後 他都沒有平革在黨那裡 他繼續讀書 就是到他可能有過另一個目標 他會繼續去追夢 但是他也很希望 最終就是希望可以 最終都可以在起床上 見到大家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 是一個成長的引記 一個回憶 所以你說 他是不是沒有成長 其實是有的 心態上他有改變 但是他不會很明顯告訴你 我成長你 我已經是完全看 就是他不會這樣跟你說 其實你說其他角色都會是 當然 但感情著物比較有趣 剛才我所說的 所以我所說他感情上 為什麼比較差一點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感情不是單止 你想通了就OK 有些東西其實要醞釀 你不是說 我友情你友誼 大家都有意思 神也有心想 神也有心想為夢 這樣就搞定 其實不是這樣的 應該感情是應該 不是那麼兒戲 有很多東西 中間有很多步驟 是不能略過 但問題是他 叫做什麼呢 他想把這件事 視為Ohana唯一 暫時來說唯一的一個目標 就是正視自己的感情 所以就用這個感情來當作 一個叫做小的終點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挺錯的 我會覺得是這樣 但其實他本身的重心 就沒有說他擺錯了 只是Ohana這傢伙 他根本都沒有人生目標 唯一的目標就是我要拍錯 所以最終就把這個結果出現 基本上現在很多人都是 你知道要做那件事 但你為什麼要做你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道 你會覺得我不壞 換個角度來說 他本身是有成長的 他本身是沒有目標的 他是想著有一個 好像連續劇的一種生活 總之就要精彩一點 其實到了後期 他都說他有名 雖然不是說 他不是說我要幫幫幫 他要成為他老婆 他要成為他老婆 做人處事方面 和心態方面都要學他老婆 其實都算是一個成長 其實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說感情線做了敗筆 其實我覺得製作群 可能將他的感情線 做了一個成長的indicator 做了一個指標 你看到他感情線要演進 因為其實他是他工作以外的東西 如果你說他日常工作要演進 因為你每天都看不到他 你不會看得到很明顯 他不會說他第一集 就很不喜歡這裏 很威氣做的 他後來就說 我很喜歡起趣的妝樂 或者什麼什麼 你不會看得到他一個 很明顯的表現出來的 因為事業本身 你在那裡做開 但反而跳回去做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的感情線 像TVB的原續劇 算是老近 你跳到另外一個東西 你有個對比 就是我透過工作方面的成熟 於是研責我這邊 也會有這個進展 其實是錯的 感情線你講 但是變成感情線 應該是用一種醜醜的 有阿爾你說感情嗎 我都別想聽 你先聽完 最糟糕就是他的感情線 其他事情我不理會他 感情線他就說翠花那邊 翠花那邊有成長 我當他成長 但考那邊 他沒有什麼名字 他一跳就跳了去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不滿是說 他們是在一起的 其實他都沒有很明確 因為感情是雙方面的 先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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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沒有說 他沒有說他兩個 很明確說是在一起的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問題是 現在水花不是說 要有什麼結果 是說他會去承認這件事 你記住他第一次 阿孝跟他表白的時候 他是拒絕的 就算是叫發卡 第二次在東京遇到的時候 他也是很抗拒的 覺得不知道怎麼面對 其實你都可以說 他其實沒有這個技巧 沒有這個知識去面對 都對的 但問題是他最終 當最終最後一集 他就會發覺 他其實是應該 無論自己認不認也好 應該去面對自己的感情 就是他用自己的勇氣 去面對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簡單一點說 他只是從未拍多 到未開始拍多 但問題是 你可以說 你就可以撤回我 他憑這個經驗 去做這個決定是對的 但始終這件事是感情 就不應該單純 用這些所謂理性經驗 各樣東西陷入就可以成功 我覺得這個 叫做什麼 是有為了感情 這件事本身的本質 比較方便 對 單理是問題 單理是個人問題 但問題是校那邊 我一向都喜歡他 你不是吧 我明白 答問題是怎樣喜歡他 喜歡他有很多程度 喜歡到表白 喜歡到什麼程度 你有沒有看的 我回答你一句 如果你問了一個人 別人喜歡你什麼 如果那個人可以很具體 告訴你 其實你要繞一件事 他是喜歡你一個人 還是喜歡你那件事 我明白 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會很具體地說到 所以你這個人 這樣我又覺得不是 有時你會想不到 你又買二說 我不是說你沒回答我 至少你劇情神 又做 可能在校那邊 所以不是說他要投票 但他沒有 我質疑這些點 就是他完全沒有投票 校那邊的感情 因為校其實不是很重要 校算是一個目標 我真的覺得他不是很重要 他在制作群的眼中 只是一個目標 我們用個比喻 等於你看K-On 他們說他去舞蹈館 整個K-On 你沒有拍過舞蹈館 看完他入東大 是不會拍東大的 東大的名字 你應該這麼說 你應該這麼說 本英的校不是一個目標 應該是一個可以做互動的角色 但制作群就理解為他是一個目標 其實他也挺糟糕 他人生目標是一個兒子 最終目標 不是 他這一刻是一個目標是兒子 那就不要玩 那四年那個女生不懷腸 沒有玩 男女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他比較扭曲了一點 其實你不要說這條感情線 其他感情線的事情都做得很慘 我覺得其實這群 不太知道他感情線應該怎麼做 例如文子和設果 其實比較經典 比較典型一點 但其實都沒有說到什麼結果 我反而不是很清楚 他做出來做什麼 除了搞一個好鬼死白癡的參國關係 怕人頭搞完一大堆誤會之外 其實我不覺得他這條線有什麼得著 沒有什麼影響 整對 真的沒有影響 文子講到明 其實我的夢想是做廚師 關你這個哲什麼鬼的事 當然 都有些有多少影響 都是說阿哲就是做廚師 那我就很開心 他衝勁一次 或者可能追求阿翅 那是做廚師 那我不用做廚師 那我可以理解到 事實上你崇敬的人和你喜歡的人是兩件事 沒有任何得著 究竟這條線報來做什麼 其實你不報了很多時間 我會覺得 當然啦 這部影響不需要省時間 他的時間 我會不會死 但問題無聊得來又沒有什麼思想 然後又斷開了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今個禮拜看完 我也不知道下個禮拜會做什麼 一下吧做這件事 那就更好 你隨便選就看就行了 所以我剛才說 為什麼不要續集說 不要續句人說 這個也是總結好 其實他的思想都很死散 你有沒有看到 剛才我們所說 阿阿娥那些所謂成長 其實是 你想一下26集以來 貪婚起來 還有些時候停在那裡 其實沒有幾個集 是真的有說到他 就是描述在那裡成長 但反而你說 我說 可能那些感情線算了 廢的 垃圾的 我覺得已經不是他本質做錯 這件事不說 反而他和阿娜的故事 我覺得做得不錯 親情那邊就寫得好一點 愛情那邊 而且他和阿娜是一個回合捕捉 你發覺最終 他在阿娜身上 學到怎樣去追求目標 追求的理想 而阿娜也在他身上學一些東西 就是學到怎樣叫永不放棄 他阿娜曾經想過放棄 就是不經驗 就算了 都是退休男 62以上 最後他都發覺 他都應該自己去找回自己 要尊重其他員工的理念 不是 他最終是說他在其他旅館工作 他根本是想做這件事 但是 他說不想將他的夢 凌駕於要逼人一起 這件事是另一件事 他在他決定接了監獄旅館之後 最後一集都描述 他說他為那間旅館 做女服務員 對 做女服務員 其實他根本都是想做這件事 但是可能外於很多情況 就是他覺得自己不行 又或者因為他的盤已經去了 所以他覺得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當他看回阿娜娜地的時候 他就發覺其實都不是 我自己的心依然都在 可能我自己在騙自己 或者我沒有這個決心去做 所以其實這一對這樣的 對地 媽媽 婆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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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就挺圈奈的 對於這對來說 他媽媽搞笑過出來 這對婆孫 他本身互生得著 還有互動 我覺得是做得挺漂亮 當然我比較喜歡這個阿婆的角色 都是因為他比較像摩威家官 但是他很快就 他很快就破鏡 他不知道第3集還是第4集 已經是變回好人 應該說其實他 因為他 或是改驗內遲 應該說 不是不是 因為他定立的東西 就是他很原則性 一切要為閒著想 但之後總是有一些東西 就不太為閒著想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自打嘴巴 其實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說有誰 婆婆孫 這個根本是合理的 那這些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你把你第一集說出來的鐵質 之後一堆東西 被狂打自己的水 那我覺得就有點不能接受 難怪他打人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看過爆慢 繼續 那些夠爆 OK 自己打自己嘴巴爆慢 最厲害 所以你說 如果主角來說 我覺得這隊是比較做得好的 可能不是愛情 親情就做得好 問他媽媽那邊 其實如果你說 他媽媽 如果你說他講 其實他媽媽真的不知道有什麼 其實他媽媽這個是比較怪的 比較怪的 你怎樣去定位他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有問過他的 你是不是更喜歡 Ohana的爸爸 他死了 他在他爸爸死了之後 然後才開始 現在的死款 但是他一向都是這樣 關於他媽媽 其實我覺得 不應該拉到Ohana 拉到另一件事 拉到他弟弟 那這件事 我們當然是下一節 翻人在浪 這件事 我們當然是下一節 翻人在浪 這件事 我們當然是下一節 翻人在浪 好了 下一節的同學蒙生 繼續講回子弟篇 回到蒙生 不是子弟 不是子弟多嗎 對 你考一下 總之都是 講這個Ohana媽媽 和他弟弟 不是Ohana 一元 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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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四十元 四十元正 那為什麼這對姊妹 姊妹 姊大 為什麼才對呢 其實我都覺得這件事 是一件事和一件事是追夢的 因為其實 那個前提就是說 其實從小時候開始 姊妹 什麼都贏過弟弟 所以我弟弟就覺得 經常比不上姊妹 但是最搞笑的是 姊妹 就無心去這個經營 這個喜取莊 有一部份原因 可能她一婆 她有 她有 就是太嚴厲 有機會就是 她想出去 成事做她自己的事 不想做 都有機會 有一部份是 其實這件事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說 她說家姐不想去繼承的話 其實這件事 都是給婆婆她醒覺的 就是說 不是必然的 她們是自己有自己的夢想的 就是不要將自己的夢想 凌駕在別人之上 就算那是你子女也好 所以這個也解釋到 為什麼最終婆婆 她打算接了她 就是不想影響大家 那這個也是其一 但是當然這個 我覺得比較扭福一點點 就是你不可以說 你接了她 就是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那這個也不可以的 那當然這個已經維持了 這個不是最大的重點了 那反之就說 那個子弟裡面 阿弟弟 他的能力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又想接這個 氣垂磡 那其實 這裏他的結局 他應該的弟弟他不是想接 但是因為沒有人接 所以他接 他不是的 他好像說有另外想做的東西 他想拍電影 讓我再說一下 我還沒說完 他弟弟為什麼想接 我就是剛剛想說 你看到結局裡面 你看到那個弟弟 他都是去其他女兒去試 當然啦 只是嘗試而已 其實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做其他東西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弟弟見的太少了 其實他根本不是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這個劇本當然啦 他最終他的劇本 似乎都好像叫弟弟走回舊路 但是最終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我自己的個人感覺就是 其實是他弟弟見的太少了 所以才覺得 繼承是很理所當然 只是說理所當然 多依他想不想的 但是你問他想不想 他一定會想的 就是這樣而已 但至少就說他姐姐 他不想接 而弟弟會接 這件事其實是極限了阿媽的性格 還有剛才阿姨問到 這個姐姐出來有什麼作用 其實跟華夏娜那個 交流就不太多了 他這對舞旅程 我覺得反而又不是太過很重要 他前期會有這次出來 因為好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挺曖昧的 他做阿媽來說 他也做得挺奇怪 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 他不是因為 他連阿姨也不知道 他好像有盡母親的責任 但好像又沒有 他做母親的責任就是 刪除他 不給你幫他住 他有教他有少許的道理 但他又怎樣養過他 或者照顧他 又不是太多 其實很奇怪 他一時就好像密路人 一時就好像很關心我女兒 其實我覺得是 不會有母親是這樣的 要不你就完全不要理 他不知道會不會受到她 她一婆 她一婆很多 不是因為她一婆 可能很嚴厲 對於他同年的時候 他整個被人都要 我不知道 可能他之後就是自由放任政策 他產後抑鬱精神病 這次阿媽就很久 他很多時候 他跟女兒的關係不是父女 不是沒有 而是好像朋友 同一間房間是朋友 你說的詞很奇怪 但不要緊 同屋主人不是同一間房間是朋友 這間房間我們每個人都是朋友 誰知道他開明開放 而且他好像很麻煩 我覺得他對女兒很麻煩 逃逃逃 是的 家長可以完全不記得 飯可以不煮 叫女兒自己煮 叫女兒起床 煮早餐給她吃 他女兒的東西 他幾乎完全不記得 但有時候又不知 無緣無故有關心我女兒 是很奇怪 我不是很懂分析 她的思想 我真的不懂分析 太高深了 而且就算我分析到 我也不知道他對劇情有什麼特別大影響 其實他最後也是一個閒角 主要做的都是一些trigger event 是重要的 比如說寫 comment兩次 寫好好和寫好差 那些覺得是劇情上 他促使的事件發生 其實換個人都可以 你作過某個片段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說在於母女感情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閒角 我覺得不太必要存在 但是在於那個子弟的感覺 他就有必要存在 因為始終是一個比較強烈的對比 就是對比於一個是追自己理想的夢 一個是追她母親的夢 是兩個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是有沒有說誰不對都沒有 你看到阿婆其實之後都會開明 或者女兒想做什麼 其實都控制不了 這個情況 亦都沒有必要控制 阿圓都挺慘的 其實他經常都會在他駕駛的陰影之下 這個不覺都沒有辦法 因為能力差距所限 但是我也覺得 阿圓這個角色其實挺勵志的 雖然他真是 唉 怎麼說呢 其實都挺廢的 這個人真是挺廢的 真是挺阿圖的 但是阿圖得來 他又怕老婆 又哭又行 還是不是很自然的男人 又經常被媽媽罵他 但是你看到他最後他自己都會堅強 即是他自己會嘗試去做一些事 他嘗試去獨立 嘗試去獨立 嘗試去自己做一些事出來 但雖然那樣東西未必是 因為他沒有逃避 他沒有直接走下去 其實不是只有結果 他最後那兩集 他也有跟員工說過 他都說我會結業的 這個東西其實都挺被人害怕的 即是一開始說你有在想什麼 原來不是 他只是說我自己的三人多一點 即是他其實是有自己之名的 他知道自己有什麼拔作 他覺得我是需要 他還沒救火候去做這些事 是挺合理的 最後一個決定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少數 就有一個比較負面的角色 變成比較正面 而且是他自己贏回來的 即是他不是一些什麼事 不是時勢做英雄 是他自己努力去贏別人的信心 爭取回來 所以這個反而 雖然我最終覺得 我覺得他的樣子都很廢很瘦 但是OK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 啊 行啊 即是 那個女的格格 欸 格格格 OK anything 反而就說 說完這幾個重要角色 大家都同一個姓的 同一個家族 其他角色就真的比較閒角一點 這個就比較可惜 是女角 即是你說就算有四大女主角 所謂四大就最多是歐哈娜 文字 蔡子都影博了 蔡子技術 更加不要說追明 追明有些用 追明一集有用 其實他的定位就是大小姐 什麼都不知道大小姐 就是要什麼字 什麼都知道 但是其實 有些事情要去體驗過才知道 他對那一集 不是 講句話 在校園什麼旅遊 然後做東西 那一集 那一集都可以的 真的不錯的 那一集獨立媒體是真的OK的 獨立媒體是真的OK的 對整編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 之後的鬼隱在那一邊 他突然在那一集 用一個挺漂亮的效果 去做一個挺漂亮的思想出來 變成一個標準 但後面又用不到 拍攝又用不到 是獨立人物媒 有很多動畫都會這樣做 這個是OA 多女角多線的那些 突然音音集有個女角 因為他始終不是起水莊的人 他活動時間都不在起水莊 其實他沒有什麼 但反過來連起水莊的人都沒有 所以其實是不是有必要 鋪這個角色出來 應該是敵陣的女角 他出場很早 但是你見他之前那幾集 還沒到他專集的時候 他出場不知道是做什麼 他發著出來說 我預計他可能會 他又想做其他 起水莊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但又見不到 沒有這些就會其他人 其實他那些要好一點 就是叫做什麼 因為 好老實說 你一套東西 我當你一兩季 如果你有十幾二個角色 要不你就很高手 可以把十幾二十個角色 全部關閉 去猶合 錯中複雜 對 超美的帽子出來 那些神作 沒有錯 沒有頭來的那些 不要計那麼多 那我算了 低手少少 推而求其次 主要幾個角色 做好了 好像剛才所說的那些 其他主要角色 每次都給他一兩回 做一塊好的演技 其實算了 OK的 就叫做一兩回 文子呢 對不像沒有 他配角來的嗎 他根本就是 站在旁邊 他就有出場 但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大花瓶 大花瓶 你最想到他就是 他喜歡切 然後加一些很奇怪的三個關係 文子 看見他 他在批蘿蔔 蔡子是保存代價值的 真慘 臭仔 他是地盤 他還有什麼 遊說 算了 你會知道大部份的遊戲 都會有一個主要女角 然後他會有一個 不可攻略的 那個叫做文子 但文子其實也挺有問題的 蔡子不是文子 他經常都在驅離於 那些小感情 小三個關係 跟整個故事 那個比較高一點的 那個水平是差很遠的 就是感情方面 對 26集以來 你都是因為切而做人的 總統 我怎樣去評價你 轉一錄 啊 很專一 有些人從小到大 就說我要做新娘 沒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最專一是蘿蔔 我經常看到他在去切蘿蔔 這是兼用卡 也有說到他少許專責 就是對廚藝工堅持 那次校園祭 校園祭 籃包飯 負負責主持 也有些事 但總是要做些事 但總是要做些事 譬如說 為甚麼鬼 那他們為切而活 很重要的 蛋包飯都要為他 你明明 人家女生為男人而活 那關他事 OK算了 文子夠文 OK 好了 好了 四女角都算了 然後你不要說電錄 Lanshan Lanshan都賣文 都說了 不是文國 你浪費了 後面賣型 不過我賣型賣不到 他型不到就文開 基本上是臉紅 賣西部裝 做甚麼 一開始你見他跟老闆娘有些相似 好像很高深 很高深磨擦 他才慢慢隔出老闆 隔出老闆東西出來 很棒 什麼跌倒 聞得很厲害 穿衣服 不知道花了很多錢去買衣服 牛仔 小牛仔 被人彈 聞到爆 剛才你咪後說他像三三 但未必過過資 不要緊 而且電錄的顏色浪費了 其實我覺得他想要交代老闆娘 電錄也有面紅的 都好萌 嘩大哥 你對著聰明紅做甚麼 劇情上你會見到 可能會用電錄交代老闆娘 和老闆當年創業起水裝的經過 但他沒有 他好像沒有 老闆娘 電錄的作用 有時是怎樣去到 最老闆娘 例如他說 其實我們有其他衣服穿 或者我們有些甚麼 修飲 你看到很多回憶 是靠電錄引出來的 其實想著他 當初就是 給一些前輩的建議 給Alhana 其實不止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有用 有用的 因為他媽 或者他外婆 他外婆 他外婆 不關創集事 他是很嚴格的 很嚴格的 但你要知道 阿文子不會幫他 蔡子也幫不到他 其他人是幫不到他 但通常這些時間 如果他有甚麼困境 我沒有計算你自己 走去坐車 東京那些 通常你會見到幫他 都是電錄來的 即是失陰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存在感 挺高 大問題也沒有 他要做一個幫人的角色 要有這個人 始終是老神子 那這個定位 還有他的結局也有些作用 這個結局就是 我回去甚麼 回家結婚 回家結婚 除幼 除幼 其實都是證明 其實每個人的重點 都是不同 其實這個有一點點虛 你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之一 但大家都知道 5號宣 其實大約是甚麼意思 大家都理解 這個 人必定經過 所以不明白 這個一點點虛 但其實他的角色 其實有作用 但其實都沒有專輯 他一定比Nanson好一點 很難專輯 他一定比Nanson好一點 我才能這樣說 老人動畫 寫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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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 他有專輯 第二集已經有專輯 貴甲榜 貴甲榜 這只是賣Surface 他不重要 很神奇 後面有爆他 不知道畫甚麼漫畫的作者 寫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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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劇情沒有關係 不知道這個人是做甚麼 這套有很多東西爆出來 沒有關係 搞笑角色 變成單元式 很散 浪費了些時間 所以 角色 除了幾個 我誤過說 那些都不是太大作用 最大問題 整套都是 劇情有都很散 又沒有意思 做出來 或者意思 其實不是很融入到主題 而這些角色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除了主要的幾個 有些意思之外 最終其他人都 總結不了些甚麼 你會覺得 他喜歡這樣用 但其實都很單薄 其實很失敗 日常作 最好的東西 就是透過日常生活 去顯出那個角色 當然 有些都可以顯出 兩位文字 他有多愛也切 但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才是個問題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實際上可以用失敗 這個字形容 最終 如果你說做出來 這套東西 其實我覺得 那個驚發應該也不少 這樣 就是頭的作畫 就是頭的作畫 頭的作畫不錯 要不留時間給你 你冷靜點先 但如果劇情 他走的路線 亦都比較小見 即走這些 即場 即場 人身向 其實是比較勵志 但結果 你說 沒有重用到角色 劇情亂來 其實我覺得 他是 頭幾集之後 已經沒有一個方向 他 他甚麼都想做些 但又串聯不到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你這集想笑 下集認真 這集有些人身道理 為甚麼 沒有一個特例主題 那是作畫問題 我們等Ian分析一下 作畫 正如大家剛才所說 頭幾集 嘩 好好看 高質素 很仔細 我們一直反光 我記得想回介紹 中段 運時都會反光 透水 是呀 你加快CPL 就像你的相片一樣 那 一到中段 就搞笑了 開始 我沒記錯 好像大概 單數集數 不知為何會特別壞 我不明白 不知為何 撞正幾集都是單數 大概是十三十五 這兩集 有些挺明顯的 崩下去 簡直是崩 沒有 那些人面 軟鏡 軟鏡是崩得挺明顯的 近鏡的話 可能下巴沒有影 或者有兩層影 一層深灰 一層深灰 一層淺灰 變成一塊過 軟鏡的臉 變成一塊餅 沒有影 沒有下巴 好像警察 好像警察 馬會門口 不准入月內 好像屎派哥哥 好像什麼 變成這種樣子 去到後面 好像偷懶 例如 煮飯 切東西 蘿蔔 就是一塊白色的廁紙 一人知什麼 即是 他會去到後期 是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這個 被人失望 那些 正如剛才 我們一開始 少女哥說 PA工作十周年 很厲害 畫用得很厲害 很登本 故事好像很好 其實會有那種程度的落差 無論剛才我們所說的 內容可以表達出來的東西 或者是作畫方面 都會有的 或者 其實 就算 你去到 一些 之前也有說過 唯一他可以保持到的東西 其實 挺偏向他利用回他的環境 其實始終是一個溫泉區 始終都是 其實他會牽涉到 因為溫泉區 你不會是一個現代的大都市 其實他在構圖方面 其實會用一些 自然景 其實怎樣去撈進去做 其實那些效果 譬如最後幾集 其實都可以保持到 即是幫幫幫雪際 即是背景 大發位 他用實境 實境 那些景的擺位 其實那些還可以保持到 但如果你說一些細節 要浪費靈活力的作畫 其實去到 即是過了第一季的時段 就開始不斷地跌 那有幾集跌得更加特別明顯 但去到後面的幾集 又做得出來 呃 不是 最後幾集 我覺得是必須要做得回來 要回來了 你還做得那麼醜 一分的話 其實去到中段 你要看到 因為其實頭十集左右 他的劇情都是比較集中 在喜取 可以加入日常的門作 但我去到 剛才所說的 十三個左右 那些位置 就是他的評論 寫得不好 接著中間有幾集 放了他 無關重要的人 譬如說 阿爸 即是能登馬美支配的 那個女服務員 然後放了 就留了這個 是啊 沒有說完 這個還空氣 然後校園祭 拍兩集電影 那些東西 會放了一堆這些東西 其實你就可以覺得 咦? 起床了是不是突然關了門 突然間 怎麼沒有人說 會有這些問題 有些人全部出去了 但是他 他的服務員 都不知道去到哪 其實 這個就會比較明顯 他前後的集中問題 即是他前面 你會說 他究竟不是做一季 竟然前面這些東西 這麼集中 然後去到後面 都說了其他東西 即他不會好像平時的十二季動畫 可能說這個遊戲原本有五個女國 於是頭兩集開箱 然後每一兩集一個女國 最後打一大鑊 搞定 他又不是 全面全部都可能說 我們聖杯戰爭 打一大輪 然後最後 然後 十二十三集 講Saber 十二十五集 講Ladar 然後一集一集 他會有些這樣的東西 就 勾霍了 說 飛起床 營運上的東西 還有其他女國的東西 都會說 不是集中了 那我們最後 我之前說過的問題 就比較熟悉 對 最後我們再說一些歌 OPED 或者是聲優那類 OPED 我最不覺得 OPED 其實畫面質素是跌了 在有程度上 但 就像阿毛所說 其實他算是 呼應到的主題 因為如果說OPED 其實無雙簡簡 我也有寫過 他用那個手法是怎樣的 但OPED 他用類似的手法 但他做出來的那種 擠迫感 後面的頸背 擠迫感 是做不到出來 還有那種交錯 所以其實 你沒有了那種 他日常的那種忙碌 那種運作 出不了 但是反而 他加了火車的位置 去跑 就真的好像是追夢 但這樣就變了 好像一些 普通一些的 動畫 來跑跑跑那些畫面 其實就 不算太好 有個落差 因為 第一個OPED 會反映到 旅館那種 工作環境日常的 一些忙碌 但去到後面 忙碌的效果 沒有那麼出 做不到那麼好 但是 換了一個跑跑跑 爆火車 是追夢的 但是 你應不應該在OP 一折拱 旅館 忙碌 然後突然間 我跑火車 那做甚麼 為甚麼OP 跑的動機結婚 我覺得 不應該在OP 這樣搞 但是 歌曲 沒有明顯地 很落差 雖然有失禮 OP1跟OP2很相似 因為 畫面上也很相似 歌曲風格上也很相似 畫面上也很相似 對 有同一個歌手 其實沒有特別的 但最想說的 是EDE 怎樣做 很難聽 做甚麼 你給我ED 你給我 你開始要Key 回去 EDE EDE 的畫面是 OK的 但問題是 他首歌 好像唱個斷戲 做甚麼 在前文耀 其實他應該想 任何一個同一個歌手唱得好 他 竟然是 人邪 但我沒聽過 你行吧 你行吧 你不如 你不如初音唱得好過他 你不要說 初音會斷氣 最少 初音根本不會休息 初音八個八度 大哥 你說甚麼 歌曲的話 這次又不是特別突出 普通 他有他的風格 OP來講 他的風格可以維持 那喜歡不喜歡 他只是見證見證 我自己覺得OK 畫面方面 比較用心 OPD都是 但有沒有意思 這個 剛才IM說了 我就不說了 至於你的結尾 就是第二首 真的太難頂 EDE 是OK的 結尾第二首 所以我們也要特地拿出來 說 真的很難頂 不好意思 一聽 我也是沒甚麼印象 因為我飛 也好 飛了是好的 那聲音好 最後聲音好 小祖村似乎 有些違和 我第一集開始 小祖村見名 一直都是磅獨的 不是磅獨 他磅獨 他磅獨得來 那個聲音真的不行 他配誰 文字 文字 糟 就不會去到很出色 應付一般場面就OK的 文子來說就比一下他 是他的聲音本身怪的 其實他真實的聲音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是很怪的 我覺得他的聲音有點尖 好像不適合配動畫這些角色 不知道他的聲音是不行的 感覺上很違和 最慘的是跟Ethan Calvary比Ale 或者你跟另一邊更厲害的風情愛心比Ale 就沒得比 風情愛心比Ale 風情愛心是會打死你面的 你看金貴的時候就知道 金貴有大變態 花開裏風情愛心表演的機會都不太多 不太多但夠了 你想想想 O'Hana F4 我想最差的可能就是小小村 跟著小村可能已經到O'Hana 就是要對Ethan Calvary 不是他背得不好 而是因為風情愛心太強 你不明白嗎 你不要說那些這麼鬼變態的尼尼 太強了 即是有些出場兩集的角色 表面還見過一些主角的 再加上那些老餅 你更加不用想 電錄 Lanson那些可以的 那些不用搞就搞定的 那些老餅你不需要擔心 他要面紅因為他不用說話 你看看就是那句 Lanson就太紋了 他就太紋了 其他有 阿婆 阿婆也是 他經驗老都可以 老星幽靈 一定 有些神經質 我真的會配這個角色 阿婆 是癲癲神神的 有點神經質 不是完全配到中女 陳正如 那他本身 阿婆 你又不說了 你已經說了 他又不算好中女 你回答他 他要去找他 我甚麼都沒說 沒有啊大體上其實都可以 聲優表現算是很好的,沒有特別違和 藍宇在尾都可以判Yufi 小祖邨是差一點,不過原先有的問題也是在 現在都是這樣,看他什麼時候改善,可能不會改善 這是特色 或者是喜歡這種聲音 總結吧,這套表演也是這樣 大家已經總結了,一般般,又不是太好,又不是太差 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話,你就要有心理準備,中間都很客氣 還有沒有意思,你不要想每一集都有意思期望 選勵志的,說成長就算勵志 中間十三至十六十應該太好 不是,我有一個簡短的評論 Tedda你好,開頭男女也有說一句 中間沒有交流,都被說Yufi買妝,然後就沒有了 那我是Tedda來的 那你現在看東西很差 算了 我們拜拜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